在乌克兰问题上法国真的转变立场了吗 摆出力挺乌克兰的姿态背后是什么逻辑 大家好欢迎收看马超说 最近俄罗斯国内不是很太平 瓦格纳叛乱的事情让不少的西方国家看了笑话 这其中也就包括了法国 瓦格纳事件落幕之后 法国议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法国不对瓦格纳组织抱有期望 而是要帮助乌克兰赢得战争 狠狠的羞辱普京 这位议员的胆子也是够大的 不过最近法国确实表现出了力挺乌克兰的倾向 法国的政客们似乎有一个比瓦格纳推翻普京更离谱的计划 让我们来看看法国最近是什么态度 马克龙在瓦格纳事变期间 做出了与前面那个议员类似的表态 这是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 马克龙表示 法国虽然关注瓦格纳事件 但是仍然专注于支持乌克兰 前阵子欧盟议会通过投票提议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在不久前的一次国防会议上 法国当局也考虑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 这对于法国来说是一个转变 原本法国对待俄罗斯一直比较谨慎 2008年格鲁基亚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 美国在北约峰会上提议让格鲁基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 但是法国为了不惹怒俄罗斯而拒绝了 最终这两个国家没有能够加入北约 而就在不久之后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俄罗斯攻击了格鲁基亚的南奥塞梯地区 在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法国总统马克龙还亲自飞到莫斯科 找普京谈话 试图调停俄乌之间的摩擦 防止事态的恶化 而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后 法国虽然追随美欧其他国家的步调 参与了对俄罗斯的制裁 但是在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问题上 它是一直没有松口的 马克龙是这么认为的 他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 就意味着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 所以这件事不是最有可能发生的场景 由此可见 法国此前的态度其实是相对独立自主的 坦率的说法国最近的态度一变 俄罗斯不乐意了 很快就回了一招 让马克龙感到不痛快 6月初的时候 马克龙和南非领导人通电话 表示他希望能够参加 今年在南非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 马克龙是主张法国要加强战略自主性的 所以不能只跟着美国和他的盟友们打交道 也要注重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但是在法国考虑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后 俄罗斯作为金砖国家的成员国之一 没有多久就对马克龙参加金砖峰会 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认为法国是有敌意的 马克龙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去除俄罗斯的眉头呢 个人认为法国之所以要跟俄罗斯变脸 主要还是要防止欧盟的分裂 以及本国的需要 由于对俄罗斯的制裁也让法国损失严重 法国国内一直有停止制裁 甚至是退出北约的声音 在这种种压力之下 法国希望能够快速结束俄乌战争 这也是马克龙结束访华之后 敢于大声的说出欧洲需要独立自主这句话的底气 事实上马克龙的呼吁已经在欧盟内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反思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但是不出意外的话 此时就应该有意外了 就在欧盟战略自主思潮再次翻涌的时候 一部分要求全力支持乌克兰打到底的声音也越来越激烈 如果任由这个趋势走下去的话 欧盟还没有做到独立自主 就要先分裂成两个阵营了 这绝对是马克龙不愿意承受的 此外 这个时候摆出力挺乌克兰的姿态 对于马克龙来说是最为保险的做法 保证欧洲不分裂 同时又不担心假戏争作闹出大乌龙 谁都知道 乌克兰短时间内是几乎不可能加入北约的 即便是美国也不敢在最后一步放水 更何况北约里还有匈牙利 土耳其等国 只要其中一国反对 马克龙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表示 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反正不可能嘴上寒寒而已 在法国看来 欧洲需要独立自主 但是不能分裂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聊 请不吝点赞关注